在冠肺炎全球爆發之下 影響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而演藝人士的演出形式都有所改變 網上開live是其中之一 有情歌王子之稱的莫玉秋 和港版賽琴姜培莉 這一舉行網上直播 他們都說和在現場舞台上的演出 真的有很大分別 需要時間適應 有很不同 因為如果在現場有很多觀眾 可以互動 有掌聲 但如果在網上 我現在看著鏡頭 就自己和自己說話 那感覺好像很特別 不過就是我們沒有高一個台 這可能有點不習慣 因為你唱歌 所謂登台唱歌 就是一個台那裡 一級都沒有 覺得怪怪的 就是這件事很不習慣 姜培莉第一次參與網上直播 她說心情也有點緊張 幸好作為嘉賓主持的莫玉秋 就做過幾次網上的Live Show 應該可以分享到一些經驗 和提示給姜培莉 不用了 她一站到上台拿著咪 她就很穩定了 以Jenny的歌齡 我還很年輕 你說我歌齡是多少 但你七八歲唱歌 我今年都是二十多歲 七八歲都很重要 十幾年了 姜培莉本身演出經驗豐富 什麼環境之下表演都可以應付自如 在一個半小時的直播裡面 獻唱多首經典金曲 太光了 第一次參與 火羽星合作但川 hmm 今天參與 解釋的 Jenny 李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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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貴